画面中男子骑机车经过 似乎发现什么 接着把机车停在彩券行前 打开置物箱 随机拿出红色塑胶带 走向店门口前 低头滑手机的何欣男子 拿出菜刀就是一阵猛刺 接着两人发生拉扯 这时路人才发现 有人被刺伤 置物车赶紧现场协助包扎 28号下午3点半左右 陈欣男子因为在工作上 跟何欣被害人不愉快 想到对方家中理论 却没找到人 没想到就在路上碰上落单的被害人 于是突袭何欣男子 朝背后刺一刀 身侧再刺一刀 警方抵达现场时 陈欣还呛瞎说 就是不让他好过年 何欣被害人经送一包扎后 没有大碍 陈欣则被送往派出所 全案夹张传信凶嫌 依杀人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新北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